嗨 大家好 我是歐馬 很多人呢都夢想退休的時候 可以在一個地方 然後long stay一段時間 那現在在日本呢有一個俱樂部 它就是提供銀髮族這樣子多元的 長居的物件平台 那讓很多夢想可以體驗不同風俗明星的人們 在這邊可以實踐夢想喔 現在流行起居旅的概念 也就是像候鳥一樣 隨著不同的季節 前往不同的地方旅遊跟常塑 去享受當地的生活 像日本的全國候鳥生活俱樂部不動產平台 提供各地上架閒置的別墅 像一些屋主可能在不同區域有好幾棟別墅 如果在用不到的時候就可以上架 並讓用戶可以用訂閱制的方式來體驗 會員只要每月花5萬日圓就可以入住 別墅裡面秀備齊全 而且定期還有人會來清潔打掃 而且5萬日圓呢還含水電瓦斯的費用 它的概念有一點像Airbnb 但是不一樣之處在於它是著重長期的訂閱服務 而在疫情過後因為旅遊跟商務的需求大減 也因此像Airbnb這樣的平台 也從原本的日租轉型座 短租甚至是長租公寓 因為人們未來不論是生活或者是工作上 會越來越彈性 很多人呢甚至是邊工作邊生活 像全國候鳥俱樂部不僅僅是把別墅作為住家 甚至有一些老屋的空間也會被當作是咖啡或者是料理工作室 像是日本鄉間有一個快要歇夜的老草麥麵店 成為一群太太們的甜點基地 他們還在這邊成立了一個大人的酒吧 會在店裡做料理 甚至是在商店街販售手沖咖啡 這邊呢已經變成是他們的夢想實驗基地了 未來呢 居旅這樣的生活模式會為空間帶來更多不一樣的定義 比如說一個long stay 的住宿空間 它有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快閃的咖啡廳 然後或者甚至是工作室 像原本的空間space呢 它可以變成富有意義的place 那未來也是逐心情而居 也因此呢可能會衍生出更多意想不到的商業模式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